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氫氧化鈣 氫氧化鈣是白色固體 俗稱叫做石灰或者叫做生石灰 溶於水會變成熟石灰或者消石灰 就是氫氧化鈣化學士寫給你看 這個俗名是要記的 考卷上可能就跟你寫石灰 可以跟你寫石灰 可以跟你寫灰石 你要知道它寫的是什麼東西 這邊的俗名是你要記清楚的 OK 氧化鈣俗稱石灰或生石灰 溶於水就熟了 熟石灰或消石灰 氫氧化鈣是白色固體 水物叫石灰水 是我們便宜易得的強檢 等一下會告訴你 它為什麼便宜易得 等一下會告訴你 它為什麼便宜易得 所以氫氧化鈣是一個便宜易得的強檢 水溶液叫做石灰水 石灰水 為什麼氫氧化鈣是一個便宜的強檢 因為你只要拿碳酸蓋來加熱 誰有吃碳酸蓋 貝殼碳酸蓋 石灰岩酸蓋 大理人碳酸蓋 所以就找一些石頭貝殼來加熱就好了 所以很便宜很容易得到 然後加熱就會得到氧化鈣 氧化鈣通入水中就會得到氫氧化鈣 居然就得到它了 所以我們剛剛跟你講 它是一個便宜易得的強檢 它的原料很容易找到 貝殼也可以 石灰也可以 大理人也可以 加熱產物叫到水面喇喇 它就會變成氫氧化鈣 化學師寫在下面 化學師寫在下面 所以它是一個便宜易得的強檢 然後呢 我剛才講說它溶於水 叫石灰水 石灰水是我們教過的 我們說它可以拿來檢驗 它拿來檢驗什麼玩意兒 Number 24 石灰水要檢驗什麼 請坐 澄清石灰水用來檢驗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那發生什麼事情就表示那個玩意兒是二氧化碳呢 氣體通入成氫水 如果產生 第一個是問現象 什麼現象 就表示那玩意兒是二氧化碳 什麼現象 產生什麼現象就表示它是二氧化碳 有一個現象 Number 4 4號 請坐 會產生白色混濁白色沉澱 表示它是二氧化碳 停車戰界問 那個白色混濁白色沉澱是什麼東西 那個白色混濁白色沉澱是什麼東西 Number 23號 Number 23號 那個白色混濁白色沉澱是什麼東西 不會喔 5 4 3 2 1 什麼東西 不知道 古書學過的請坐 換算看 CSU3 OK 來 整理 有個東西叫做石灰或生石灰誰啊 兩話看 什麼變熟 加水就熟了 加水就會變成 熟石灰 石灰水 什麼東西 清涼 好看 CSU3 誰還有什麼用 石灰水什麼用 檢驗二氧化碳 空中二氧化碳 反而是什麼事情 產生 碳酸蓋 澄澱 碳酸蓋 炭酸蓋 俗稱 灰石 或者是石灰石 剛剛跟你講 你要記得 誰是石灰誰是灰石喔 有的會寫這個喔 灰石如何 石灰如何 你要不要也要知道 然後三山蓋 然後呢 碳酸鈣拿來加熱就會產生氧化鈣就回來了 就回來了看到沒有就回來了 氧化鈣就回來了 碳酸鈣兩個作用重要 一個是加熱產生氧化鈣二氧化碳 另外一個加酸上學期講二氧化碳的時候講過的 加酸產生氯化鈣水跟二氧化碳 所以後面兩個方程式是碳酸鈣兩個重要方程式 今天要記下來 今天要記下來 就是灰質石灰的一些演變的狀況 演變的狀況OK 好 台灣的檳榔裡面有經常會加腦花 跟石灰讓你攪起來 可是呢這也會改變你口腔的酸點質 所以透過這個化學作用會容易得口腔癌 所以你看很多人攪片 整個嘴巴都爛掉 牙齒 那個纖維會磨掉髮廊脂 然後還有一些產生化學變化 所以就變一口爛牙 所以腳變了它壞處 要告訴你 所以告訴你 重點它加了什麼玩意兒什麼狀況 請你把剛才這一頁的反應給我記清楚 尤其底下兩個方程式 請你把它的俗迷也給我記清楚 什麼叫石灰什麼叫灰石 記清楚 就是氫氧化鈣的部分 就是氫氧化鈣的部分 OK嗎 OK